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的朋友肖石 今天我们继续来感受这个东北的无敌菜料 还是一家老菜馆啊 据说是大连性价比最高的老菜 在大连大概有10家分店 反正我们进去尝一尝 看看上次我们去吃的那一家 离得超级斤 就在马路对面 这个点儿说都没有位置啊 一般的东北呢 这个菜排 都是放在墙上然后点菜 这应该是真的吧 好像不是食料酒 费蟹28一只 大蚊是58一只 大虾 生蚝 生蚝 海螺 烹饪什么的 这边就是杂瓣鱼 它这个品种是一样的 大锅正产链 如果你在封面上看到它 它不是我第一的 它就是带点 大螃蟹 哎 挑这么大 软炸肉 椒盐 虾盘的 这个椒盐的看起来好好吃 现在我们就开动啦 这个是他家的装骨牌 饭面就是香香软软的 然后里面这个肉它也很软 其实还是挺实的 我和小朋友都会喜欢吃的那种口味 它这个鱼 好像分辨不出它们都是什么鱼啊 反正它们挺厚的 上面这个滑不溜就是 就有点像那种狼味儿的 这个杂瓣鱼 它大概是三种没做的 可能会随着季节的变化 发生一些种类鱼的不同匹配 黄花鱼真的很鲜 现在我们到我们的虾拔子啦 虾拔子一般我们到季节 在家就是直接煮了鱼 这种做法就是一般就在饭店才行 等一下我们看它肥不肥 好吃还不错 这样做也挺好吃的 外面有一层香香焦焦的那种 感觉有点像半黄鱼南瓜 之类的那种做法 但是我感觉这个鱼虾拔子 还是煮不得更显流 我看上一期视频 有人问我 为什么拿这个食材 我们东北都是拿这个放菜的 好像南方是 这个放鱼头啊什么东西的 我们会再补的 放在桌子上的餐厅室上 他家的菜还都挺好吃的 一道是一道 每一道的味儿都比较正 最爱来的一般是当地的一些 顺度稍微大一点的人 因为就是那种老菜嘛 主要就是东北菜和鲁菜 没有一个是量小的 一般有什么聚会啊 或者是鲜日什么的 你喜欢在这聚餐 吃东北菜最好多学几个小伙伴 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经常吃的那个光彩酒鸭 他们家也是老菜 但是他们家有分大份和小份 等有机会我们去调一调 我也不知道它能哪 太行了 一般般的 很新鲜 跟人家亲战斗 打开 看得我 肉还不错 要么怎么要展示技术呢 来 東方老爷吃 啊 这顿一共是花了215 打包了这么多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一起来吃香香吧 拜拜